humanos 好這個就是黃金狗 這是熱帶的果樹 她也比較怕冷 所以大概台中以北 就比較不容易長成 因為她是比較純熱帶的 為什麼會叫做黃金狗 因為她的樹皮 那個果皮是黃色的 而且是亮亮的 發光有沒有 所以給她 然後它這個果實摘下來以後 它的果皮你可以在上面寫字 大概三分鐘後它就會氧化 那個字體就會跑出來 這個可以包裝起來 跟樹葡萄裝在一起 然後你朋友可以送送禮物 那這個是大果的品種 這個一顆大概有一斤種 這個大概有一斤種 好 那全世界最好種的水果 我稱它叫做紅龍果 這個你那個枝條你把它倒出來 它還會從上面長根往下 很好種 它又耐旱 一年在我們屏東可以收成11次 11次 那越中部可能大概9次 北部可能大概8次 一般我們的果樹像芒果 還有那個熔岩 大部分的果樹都是一年只有生產一次 芒果也是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處理好 結果率不好也不行 你就等明年了 或者你噴料沒有噴好 有蟲害 那收成不好又要等明年 這個熔龍果它很好 15天就開一支花 15天就開一支花 很準時 產量又大 紅色 橘色 白色 最早我們引進的都是白色的 那白色有一個缺點 它有那個新草味 超清味 好 那很多人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紅色我種這個 這個是紅色的品種 嘿 這個 我種這個也是被騙很多次 因為 我去那個苗商那邊 它都臭屁的時候 它是最好的 那我就跟它買一些 那你說你的最好的 我也買一些 我一共買了九個品種 那有八個不能用的 你說那個等於八國聯金 我就把它 種一年以後 就檢驗成果 一樣的施肥管理 一年後見真章 有八個品種就被我淘汰了 其中有一個品種 我跟它買 他說是有一個品種 結果種出來 長五種果實出來 不一樣啊 它那個被雜交以後亂掉了 有果實圓形的 有果實長方形的 有果實的鳞片是彎的 也有直的 也有外觀是粉紅色 也有外觀是紫黑 有點深紅色 那個我送到那個航口 一交給他 哇你這個品種怎麼亂七八糟 哇這一個品種 他在笑我 所以那個又酸又難吃 品種又亂 所以那個第一個就被我淘汰 然後 後來我選一這個品種就是最好的 風味又好 產量又穩定 又不用受粉 紅色的 紅色的 有機肥料 基本上 有機肥料有一個缺點 它就是它的速度 吸收的速度比較慢 那我們這個15天就開支花結一次果 對它的這個供應 會比較不足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 噴一些 我就用美國最好的那個 滴罐的那個 滴罐用的那個肥料 叫 它的廠白是PITUS 那另外一種肥料是長效型 它的 一粒一粒的果腹型的 它的 試一次它可以九個月不用再試肥 它靠著水分 它吸收飽滿以後 就會釋放一些肥料出來 那個 美國專利的肥料很好 這是它的含包的花 這個 花 含包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切下來 如果 這二選一嘛 我們要輸花輸果 這個整個切 切下來可以 切細 不要兩顆 兩顆會變小 最好的賣相大概12兩到 16兩這一段 紅色的 那個 紅的 紅的 在那個琉球 我知道 他們有跟我們來交流過 以前 這個可以煮淡花湯 你把它切細以後 煮淡花湯它自動勾芡 會太太 對 這個可以煮淡花湯 這個 這個花是不能種 你可以這邊切掉 它就 就是一個新的 那 你看他們 這是 彈花以前 它是晚上八點開花 早上八點開始 蟹 太太 太 彈花跟彈花一樣 它是晚上開 可以啊可以 都是 這整個都可以吃 對 對 這個是 植蕾 旁邊這個 都是熊蕾 它這個花粉掉下來 好 就塑粉暖場 它就只怕 開花那天晚上如果下雨就不好 那結果就不好 花粉會被洗掉 好 這個蘿根梅 這個蘿根梅 有個好處 它是 只要開心葉子都是紅的 所以它 七八月份 在開心葉很紅 我的朋友 帶他朋友來參觀 他問我說 潘先生 為什麼你的楓葉 是七八月在紅 這個不是楓葉 只是它的特色是 開心葉就是紅的 一般都是綠色的之後 它開心葉就紅紅的 OK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冬天也是可以落葉 然後 才 開心葉的時候 整棵樹都紅色的 越冷的地方越紅 好 這個紅花鳳梨木 這個花開起來很漂亮 但是就是有一個缺點 它從開花到蟹 第七天就開始掉了 大概第十天就通通掉光光了 花期很短 好 跟我們剛剛那個三月鷹 差很多 不過它這個一球一球 像繡球也蠻漂亮 這棵樹是我送它的 好 好 那我們要種植 優質的水果的三個要件 第一個就是要優良的品種 你看剛剛我講的那個 紅龍狗 沒有優良的品種 你再怎麼種 再怎麼細心照顧思維 不好 長得亂七八糟 又酸 又難看 OK 品種 第一 第二個 品種對了 你就施肥管理要恰當 你要讓它開花結果的時候 山藥樹的 蛋鈴甲 的鈴跟甲 就要比例要高一點 那結果以後 好比說 紅龍狗到 十月 十月底 十月初大概 我們屏東是最後一批果實 摘完以後 你就要補充它 蛋肥 讓它的枝條 重新恢復 健壯 因為蛋肥大部分就是 補充葉子的 那 紅龍狗它沒有葉子 它有枝條 它的綠色的那些部分 就等於是它的葉子 還有 水果要好吃 你要控制水分 要開花 你要限水 但是不能過分讓它失水 不要失水到不可逆轉的時候 救不回來 你就是讓它有危機感 你像那個九重閣 平常我們種在自己門前的 經常偶爾就給它澆水 反而 樹葉長得很茂密 那個土長枝長得很長 不開花 可是種在公爐旁邊 沒有人去澆花的 澆水的 哇開的紅 一大片很漂亮 那就是 你給它吃太多水 它 我不用擔心啊 這麼好的環境 那你給它限水 它會緊張 我快要被咳死了 我要趕快開花 結果傳宗接代下去 水 好 水溫管理就是說 等花來開始 你這個水就要正常 但是不要多 水太多它也會生裡落果 落花落果 適當的水溫就是 可以讓那個果實比較結實 你水給它吃很多 它裡面 細胞膨脹很大 但是不好吃 水水 水水 不會Q 紅龍狗就是你要限水 吃幾次才會Q 又甜 這是我的經驗 這是實際經驗譚 好 好 那大科的橋木要怎麼移植 我那邊是有這一些工具 好 教工人怎麼使用這些工具怎麼包裝 好 這傳統的就是 四周圍通通挖 只剩下中間這個中間 保留著 但是這樣有一個缺點 風一吹 風衝什麼方向來一吹 它可能就會倒掉 好 好 那我自己的 這個樹木桃的那個 斷根 我是先挖一半生而已 下面還有很多根 有沒有 這些都是根 還是看不到了 都還埋很多根在下面 這叫做半斷根法 有滴灌 這裡有一個滴灌系統經過 這是簡易的 我自己 發明的 就裝個全小的洞 然後電腦定時供水給這個土球 那這個是三月陰 那三月陰因為它有很多葉子很茂盛 而且它又高 我們沒有辦法 沒時間去 給它修剪那些樹枝 然後我就留 一個樹根到外面 讓它喝水 這像一個吸管 你如果沒有 這個如果把它切斷 那這個土就會很快就被它吸乾掉 因為這個儲存的水分有限 好 而且我盡量開在南方的方向 西南方 因為我那邊西南方比較多 你西南方吹我有這一根 樹根拉住也不會倒 OK 等大概一個月以後 才把這個鋸掉 下面再 清進去 然後包裝起來 好 這也是半端根的 好 這個也是 留一條根 自動灌溉要經過 保護 它雖然有一部分在外面吸水 但是你這個不能讓它乾到它的細根 都乾均壞掉 好 這個就包裝好 準備用吊車要吊走 就用膠布把它 把這個土球保護起來 不要讓它破掉 這個土球破掉 死亡率就會很高 那這是另外一種 處理方式 這個就是以後 這個同樣他說 他買去以後 要擺在他的 店門口 放著 旁邊再 用一些土 把它保護一下 都不要取掉 然後人家買的時候 就直接再釣走 OK 而且 釣走去種的時候 這個也不要拆掉 因為它那個 可以被撐開到這麼大的根 所以 這個好處很多 現在沒有時間講 先介紹其他 那這個就另外一個同行 他說 你先給我斷根 然後上面 切掉 等到 它有長新的葉子出來 確定成活 因為這個樹他沒有埋過 他 擔心 所以他叫我這樣處理 然後有存活了 長了新葉子 有沒有 然後他才用吊車來釣 釣走 那這個樹葡萄也是準備 那個要 運走 好 然後我來介紹 以色列的自動棺蓋 自動棺蓋有兩大系統 一個是早期的 類比式的 這個就是用機械式控制的 這些機械式的 2至4小時的控制器 它每搬一格 它是可以噴15分鐘 但是對有些小的植物 15分鐘 做水災啊 太多水 所以我們還要再有一個 這個 等於是 控制 從0到30分之間 你可以1分鐘到5分鐘都可以控制 這個微調 再做一個微調 這個也是數位式的 這個列比式的 傳統 好 那這個是以色列的 電腦控制器 它可以控制 1 2 3 4 5 這個大概大概12個 可以分12個站 但是我比較喜歡用這一個 美國的魚鳥 電腦控制器 它你一星期哪一天 禮拜一禮拜三 要給它噴 你就 可以控制 好 它有6個區 1 2 3 4 5 6 你如果有6分地 你可以每一分地 設一個站 去控制它 這個 種蔬菜的 喝水量比較少 就是噴個 5分鐘就好 那這個是種 這區是樹不少 它喝 水要喝久一點 那可能給它 定個15分鐘 它可以從 1分鐘定到99分鐘 那一天可以 3次 你可以噴 早上 那中午盡量不要噴 因為中午 夏天的水很燙 有時候那個樹根會燙 所以一般我們都 早上 然後黃昏 半夜 最多是這樣 OK 這個很好用 一澆就會 那個很好澆 那這個是以色列的噴頭 我們除了剛剛你們拿去看的那個 滴罐以外 再來就是微噴罐 這個是有12個洞 噴的時候大概 只有直徑 60公分 就是小植物 這個水很省 這個是直徑是6米 這邊噴去3米 這邊3米 這個直徑 OK 這個就比較大範圍 這是直徑15米 10米大概從這邊 這邊7米半大概 快噴到那個牆壁了 所以這個 一圈就 占點大的面積了 但是這個有一個缺點 它在轉的時候 等它電腦說停 它停住以後 我們台灣有這種問題發生 那個蜘蛛以為這是獵物 它在動的時候 噴水的時候 它不去抓它 它停了以後 它就用蜘蛛網去把它 往起來 等你下一次電腦說噴水 哇 它只噴兩個點 這兩個點都做水災 其它旱災 所以 後來我們跟它反映 它就做了這個防蟲型 要噴的時候它會 跳高跳起來 噴一噴以後又蓋起來 保護起來 不要讓它那個機械動作的部分 被蜘蛛網卡住 而且它們用顏色來區分出水量 像 這個紅色的 大概一個小時150公升 像這個綠色的 一個小時大概300公升 它用這個來控制 也可以來控制水量 而且它以色列很聰明 它所有的東西 都不用工具就可以拆解 像這個 如果有被東西卡住 那個有髒東西卡住 一拆就開了 你可以清理 如果有 假的 過濾系統 後洞 雜屋來的時候 可以清理 可以清理 OK 這個一樣也是 這個比較新型的 防蟲型 也是可以跳起來 噴完 蓋起來 好 那 這個一般的剪刀 就是 等一下 架接的時候 會講到 OK 那 這個是小棵的小灌木 可以用這個 中橋木可以用這個 其他的是大面積的低矮的植物 農產品的時候用 OK 好 那我們有一些植物 如果國外有新的品系 好的品種 我們要把它架接改良 我們就會用到這些東西 這是 剪刀 這兩個都剪刀 這是三用的 三合一的 裡面有鋸子 有刀片 還有兩尺 那這個是專用的切接刀 這個電器膠布 那個 這個是 新的日本 專利的石蠟膠末 這個東西它 透氣 防水 而且 伸展 可以伸展很長的長度 所以你在 而且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把它架接包好以後 就可以不用理它 那個 牙長出來的時候 它會把它串破 像以前我們如果用電器膠布 很麻煩 還要去拆它 就像這樣 用石蠟膠末把它封起來以後 你看它的新的葉子就 突出來了 你不用去拆它 OK 你看它這個接點 只是薄薄的一點 這裡 這個是大顆 剛剛一顆一金的那個黃金狗 這個是 可能要 舊的品種大概三顆才一斤 好 這我們把它架接過去 OK 好 這芒果 那芒果我們用 膠膜包以後 還要用這個 電器膠膜 把它保護 為什麼 因為石蠟膠它的 抗風 比較弱 如果像這個 芒果長很快就 這麼長 風一吹 那個槓桿 就會把這邊用裂開 所以我們還要再用 那個電器膠布 保護起來 然後以後 再把它切開 等這個 已經密接很好的時候 這個再把它切開 不切開的話 會被 塑到 會被塑到 OK 那如果 自認為 還是初學者 技術可能沒有那麼純熟 我們就一次接兩個 那個提高 那個 成果比例 你看 像這個 接兩個 這個就沒有成功 這個就成功了 那這個是舊的沾木 長出來 這個就要把它 去除掉 把整個養物 往這個新的品種送 OK 這就是我種的那個 三月茵 這個是那個 樓庚梅 粗心芽 都是紅 我那個 潮州正好是在屏東 屏內的中心點 這邊離 大午山 北大午山 南大午山 大概12公里 離東港的 海邊 大概12公里 剛剛這張有點蘭果風味 因為有椰子樹 只要有椰子樹 就有蘭果風味 你看他這個夏天 三月茵 長得非常茂盛 裡面 跟外面的溫度 大概差5度 外面的太陽下 跟你進到裡面 喔 差5度就很涼快 OK 好 那所有的 植物都會有病蟲害 還有蜂害的問題 像這個我接枝 好不容易接好了 新的品種的芒果 成功了 可是他有一種 鑄 鑄心蟲 把他 鑄壞掉了 這個也是 他把 新長出來芽 芒果的芽 也都被 鑄掉了 好 好 去看這個 嗯 福壽 福壽樓 台 台 金布蕾 這個是 大概 三十 三十 二年前吧 就我們 台灣的 那個 台灣人 從國外 因為那時候聽說 法國 的螺肉很好吃 齁 啊這個 想要去 仿冒他 就進口這個福壽樓 因為他的繁殖力很強 生育力很快 應該可以賺到錢 所以 其實只有 只有前一兩批的人有賺到 賣 賣這些 小苗的人賺到錢 可是後來養的人 養大了以後拿出來賣 台灣人 那個 口味 那個這樣 催跡齁 舌頭很利 很挑 吃不慣這個爛爛的 他喜歡 吃比較有嚼勁的 這個爛爛的 他就口味不合 不合台灣口味 就 大家就氣養亂丟 哇 變成災害 所有的綠色植物被他碰到他都被吃光 有點像蝗蟲 過盡了 這個就是我們海關沒有 管制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那個 中華民國桃園機場的海關 311 日本大地震的 核災發生 那個 美國AIT 就宣布 停止台灣的 簽證業務 整個人馬 跑到那個 桃園國際機場來 設海關 那中華民國海關靠邊站 他不能去審查 美國的那個 外交官 或者軍人的眷屬 他們的那個護照 為什麼 海關代表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征 結果美國 的僑民要 他要撤退 他為什麼不撤 比較近的關島或者是夏威夷 怎麼會跑到台灣來 因為台灣是他的 軍事占領地 所以他才有權來 他是老闆 那 中華民國 六王子母 只是他的代理人而已 他怎麼可以審查老闆的 證件 OK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中華民國跟美國的關係 是上下位階的關係 OK 好 那這個是也是住心蟲 這很小隻 可是你不要看他小 所以把 把這棵大樹的三月因 整個住死掉 這個就是 住心蟲 那個天牛 這個比較大隻的是 心點天牛 那這個你看這個 前一堂綠蟲 他把這個樹葉的 表面的葉綠樹都吃光了 吃到你看剩下 都是枯葉 很厲害齁 吃光光 那 我本身 也很想 吃有機的蔬菜 我就自己去買 買那個高麗菜的 苗來種 哇 只差兩三天比較忙齁 沒有去抓那個 青蟲 就被牠吃這樣 這是凶手 然後過一段時間我又忙 又沒有去照顧 吃光光 後來我的這個 有機蔬菜就到有機蔬果店去買 這個很耗費時間 好 這個一條 一隻蟲 你看 擬射蟲 可以那個 你的很像 這個竹子跟牠就同射 牠如果附在這裡 我就可能看不到 這是一條蟲 有沒有 這個就是天牛 那牠把我的樹 你看這個天牛好小一隻 這是我的手掌 你看這麼小 跟螞蟻一樣大而已 但是牠可以把這些 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這個樹就會像剛剛那一棵被 被吃死掉 所以我就幫這個樹打針 有救回來 就這一棵 就救回來 OK 好 這是季洪春巷 他們 就是 這個中間這個應該是主席 旁邊這邊開會 他們說明天我們要去吃哪一棵 比較好吃 讚會 現在已經 開始讚會 講明天要吃哪一棵 講好了 好 那風災 剛剛那一棵我救活了 長得很茂盛 但是我就怕颱風那個 八八風災要來之前 我就怕這個會 裂開 我就把這裡綁起來保護 結果天算不如人算 他從這邊給你折斷 浪費我的時間 這是全島 樹浮島種在盆子上全島 好 這是比較小的颱風 他只把葉子 掃光 樹幹沒有被 吹倒 但是這個八八風災 這個就真的很大 連續下三天的雨 所以 平常椰子樹你要把它吹倒非常少 非常罕見 這隔壁的那個 椰子樹就倒到我這邊來 這是他侵犯我的領地 這個果子 這個果子變我的 很好 很好吃 這瓶掛的 變我的 這個都是風災 八八風災 東 東島西外 吹你吹不倒的就把你折斷 你看 這個就人後了 這我們人都不會留空間給樹木 這個照講 你要留大一點的空間給他 你怎麼水泥都鋪到他的根部去了 把它蓋住 這棵樹會很快就會衰弱 會死掉 因為 雨水不容易滲透進去 它會乾死掉 這是樹西瓜的花 這是它的花 長在樹上的西瓜 剛剛那個是樹葡萄 這是樹西瓜 這個叫做炮彈連霧 現在有比較新的 有那個巡域飛彈的飛彈連霧 這是我的公寮 我們 我知道 我早晚會碰到他們 所以我就放了一個黏鼠板在這裡 結果它來就被黏住了 這個 這個很毒喔 它走神經毒 咬到你會想睡覺而已 睡了就不會起床了 還好我有抓到 不然我今天可能沒有站在這裡 講課 這個也是 我這個 剛剛那個電腦控制 灌溉系統 我說我怎麼打不開啊 原來這裡有一條蛇卡在這裡 那我那邊因為 沒有在噴農藥 所以老鼠很多 老鼠喜歡吃樹葡萄 然後 蛇又吃老鼠 它是有一個食物鏈 喔這條蛇好大一隻 它 欸那個 臭青木 臭青木 我 這樣抓這麼高 那個 還有兩三台齒在地上 蛤 那沒有毒 對 所以那條蛇我沒有 沒有把它抓起來 好 那我那邊有很多那個 黃蜂 它的 它的那個槽 好像一個斗粒齁 它這很像一個斗粒 然後這裡又有一個 虎頭蜂的窩 我 第一次看到 怎麼有 好像小鳥躲在那裡 再注意看 欸有一個 那個虎頭蜂飛出來 哇嚇一跳 我這糟糕 注意看 我是知道這是虎頭蜂蜂蜂 我就打電話給消防局 他們就派兩個年輕小伙子來 我說我這邊有虎頭蜂蜂 我說不可能啦 你們這裡都大黃蜂 二號大黃蜂而已 他說 叫我帶他去看 好我就帶他去看 他說就在這裡 他們兩個一看 往回跑 我說 那是在走怎麼樣 這虎頭蜂呢 他說要怎麼 會轉死人 我說你不是說不是 他們兩個就靠在那個 消防車的旁邊 兩個在那邊抓頭 我說要怎麼處理一下 處理一下 說潘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們沒有帶裝備來 我說我報警 打給你們的時候 不是說虎頭蜂 你們還這麼輕敵 沒有帶裝備 我說不好意思啊 不然我們明天 帶裝備來好不好 或者我現在我有那個 他有那個 用火焰槍 可以噴 很遠就可以噴 我說不行啊 那我那顆 一萬五已經賣給人家了 你給我噴 燒焦了 那我怎麼交代 說好那不然我們明天 帶裝備來 結果隔天他又打電話來 潘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有群怒齁 改天再去好不好 我就很火大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來 然後我就 倒菜都 就裝了很長喔 裝個三腳架 去戳他齁 第一次戳沒戳中 我那個 追過來 我整個冒冷暗 結果我戳了三次才 我早上戳一次 過幾個小時中午再去戳一次 到下午就被我戳掉下來 這個就是掉下來 它是黃腰虎頭蜂 這個真的會電機狼 這個 它腰部是黃色的 黃腰 泡酒 對 你看這個 抱著抱著那個小孩子 被那個虎頭蜂 遮死了 那我那邊因為沒有噴掉 所以生態比較豐富 像這個雞 它咬了一隻 可能是群詐蒙 那這一隻不知道什麼 鵝類 不知名的鵝類 它的翅膀短短的 小小的 那這個是 是班鳩 那我在那邊 有班鳩的巢 也有葉鹿 還有白鹿絲 葉鹿 那這個 柏老鳥 在恆春 有一個家庭 它的冰箱冷凍庫 被查到十隻 柏老鳥 結果被罰八萬塊 所以這一隻是航警八千 這個是保育類的 你不可以隨便抓 我們那邊 白鹿絲在密實 好 這全台灣只有 我們那邊有這個 交通號制 只有操作才有 因為那裡正好一個 一個閃訊的基地 跳傘的地方 閃兵都在那邊跳傘 要小心不要被它的裝備 或者被它踩到 它要過東 要東美的時候 它自己在鑽洞 用屁股搖 要鑽洞 要把自己要蓋起來 正好被我看到 那拍下來 這隻就是 被剛剛那一條蛇吃了 大概三分之一 直到這裡 正好我早上去的時候 看到 又吐還給我 被剛剛那條蛇 很大的蛇 小狗 它還吐出來 這是三月鷹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我的堪棒 那個看板樹 那個 有一個 電子公司的那個大老闆總裁 看到這棵樹開得這麼漂亮 他說這棵樹賣我 我說這棵樹不賣 這是我的堪棒球 他說潘先生 我車上 正好有四十萬現金 你如果可以的話 你拿去 不夠你可以再加 結果我只有 考慮三秒鐘 我就賣它了 因為我可能 找不到這麼好的客戶 賣了它以後 我再種一顆嘛 我在從 別的地方再移植一顆來 沒有問題 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 黑熊 黑熊齁 我看了我自己都冒冷漢 這是什麼動物 可以這樣一抓把那個樹皮抓下來 可是我到現在還沒有抓到兇手 我那邊沒有 好 那 我希望我們 將來民進政府的政策是 要生產無毒的那個 有機蔬果 那 這些有機的 我們 適度的農物 就是你有去 工作 去 動作 去流汗 你的新陳代謝會比較好 而且你在戶外 有曬到太陽 那個營養學家 他說建議 每個人 每天最少要在外面曬太陽 15分鐘 才有足夠的那個維他命D 因為維他命D 不容易從食物中 獲取 那我們做有機農業的施作 就是我們不要去噴農藥 因為我們台灣 農藥太泛濫了 那個 整個空氣中 整個環境都佈滿了各種農藥的荷爾蒙 那對我們身體都不好 而且 那我們自己種 種這些 使用自己種的有機農產品 對自己的身體也比較健康 對環境也比較友善 OK 好 那 我們民政府 以後 要好好把我們公教人員的威信 要建立起來 那我們現在以警察為例 日本時代 我爸爸他們講日本警察 都說 警察台 就表示他很有威望 但是 國民黨政府來 現在變成警察 就已經埃及了 大人不見了 大人不見了 再來就 警察 就比較小 然後再來變 插頭 沒有 說帝不愛 戴帽子的 然後才插頭 截頭 那現在都是 合法派遣的路面 合法配槍的流氓 這是 一代不如一代 那我們民政府以後 責任要恢復 讓公教人員 就是警察 的威信 要重新建立起來 日治時代 因為台灣 都很多沒有 就是我們那時候水準比較低 所以他 也把我們當做犯人 要把我們教育 對不對 那 現在 流氓政府來的這批人 等我們民政府 執政以後 我們也要重新給他教育 我們也要把他們當人看 馬英九這些人 我們要把他當人看 OK 你看這是 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來的時候 扁擔 炒鞋 這種炒鞋兵 挑鍋 還有雨傘 這個 這樣 跟我們 日本的 軍榮轉正 皮鞋亮亮的 整個衣服鼻挺的 日軍差太多了 好 那我們來檢討 那個 2000 我們今年1月14號的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在選總統 我們來檢討一下 我們本土台灣人去參加 他的投票 這代表什麼意思 當你拿了中華民國那個 國民身份證 去到投票所 領那個選票 就代表你已經 自己承認是中國人 因為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簡稱中國 人的身份證 OK 從那一刻 你領了選票 在你自由意志之下 你 蓋了 投了選子圈 結果投票的結果 那個投票率 百分之七十幾 七十四大概 然後有六百八十九萬票 馬英九當選 戰多數 我們又輸了八十萬票 是你們台灣人 在自由意志下 要讓我 來管你們嘛 來統治你們 對不對 這個意思就插在這裡 從你拿身份證去領票 你就輸了 我們就輸了 OK 那檢權 蔡文 踩到美國什麼紅線 他9月份 去年的9月份 到美國 去訪問 他跟美國 講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美國人 滿高興的 知道 這個蔡文還知道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可是他回到台灣 在高雄的勞工公園演講 去年的 10月11號 他說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等於說把台灣已經 合法 好像購物給中華民國了 可是之前的究竟 那合約 國際條約裡面 沒有這樣講啊 那你台灣人 的總統獲選人 這樣講就變成 移轉主權 國際戰爭法的鐵則是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要合法 他要 中華民國要 重新反攻大陸 回到南京 他才可以合法 他跑到別的地方 就不可能 不可能就地合法 好 好 那 為什麼美國要幫馬英九助選 可是那個時機點 正好是這樣子 那時候伊朗 正在發展核武 又 揚言要封著和睦之海峽 北韓的那個金正日 也正好過世 那美國他現在是 沒有辦法像以前 可以同時發動 兩個大型的戰爭 你看他 現在的經濟能力也比較差 所以他的軍備 他的人員也比較少 他只能應付一場大型戰爭 還有一場小型戰爭 所以他不希望台灣海峽 有動亂 所以他寧願說 小英又踩到美國的紅線 然後馬英九 基本上他沒有踩到紅線 馬英九比較聰明 而且馬英九他比較好處理 因為他是受委託的 到時候 我直升機來就把你帶走了 所以 馬英九是 中共跟美國 共同可以接受的人員 所以 美國是幫馬英九 那台灣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麥克阿瑟就說 台灣是一個 不成的航空母艦 可是 我們在這裡 可是現在馬英九 他是連共自台 那 而且又用電子媒體 平媒媒體 塑造我們 叫我們 就是洗腦 叫我們要反日反美 我們不要種他的計 我們應該要 親美 按錯了 對不起 我們要聯合美國 我們要 目前 我們最主要的 那個 夥伴應該是 美國軍政府 還有我們的母國 日本 我們連美日來 治 中共 治馬英九 OK 他們會連 連共自台的 我們為什麼那麼 不會 聯合兩個 最 全世界最強的 國家 日本跟美國 而且美日安保條約 他保護到台灣 OK 我們常說 喔 中國現在武力很強盛 他們有航空母艦 可是你看 他跟烏克蘭買的 那個航空母艦 他們自己去拼裝 結果 他連那個 失調的那個 纜繩 維亞社 他自己都沒有辦法製造 那個俄羅斯又不賣 因為 以前俄羅斯賣 中國的那個戰機 蘇凱27啊 都被仿造 他現在的堅持 就是仿造蘇凱27的 那所以現在 美國 開始 蘇聯開始 秘密了 俄羅斯不賣他 這個攔截省 連攔截省都做不好的 這個國家有多強 我也不相信 而且他的發動機 飛機的發動機 他都做不好 因為他的 金屬材料科學 不夠強 因為發動機他要耐高溫 又要那個膨脹係數要 幾近於零 他做的發動機 飛上天大概800個小時之後 就要拆下來大修 然後美國的 他的標準都是要 可以弄到15000小時 所以你看人家科技差多少 好 我們 本土台灣 我對本土台灣人的期許 你看 這棵大樹 雜根在這裡 雜的很穩固 這棵樹就像國民黨 他吸我們台灣人的血 台灣本土台灣人的血汗 長得這麼茂盛 那我們常說 我們也有媒體啊 我們有大化新聞啊 有陶貝來開槓啊 有自由時報啊 那個都只是在 修剪他的樹枝而已 無傷大雅 我們不要以為說 就靠大化新聞就可以 ender國民黨 那我們台灣民政府 利用法理 法理 我們是來挖他的根 我們要準備把他扳倒 OK 而且我們要聯合美日 你看以前 美國要從英國獨立出來的時候 有法國幫忙 對不對 那菲律賓要獨立也是有美國幫忙 對不對 好像最近的什麼茉莉花事件 都是有外國的勢力介入 對不對 才把那個利比亞那個狂人 就是隔大會 把它 處理掉 你看我們 台灣真的很美麗 可是很可惜 我們從 荷蘭人來 就是貿易的基地 他就收刮台灣的鹿皮啊 好 這些 然後 鄭曾公來 又是反清富民的基地 OK 那 清朝來的時候 是 三年間 兩年末 就是 挖他的外國的地方 的基地 然後日本來 他是 我們 變成他南近太平洋 那些國家的南近基地 國民黨來 我們又變成 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我們都一直在做人家的基地 到現在都還是 在這美麗的島上 你看注意這裡 這是一個軍事基地 這是九棚 那個飛彈發射基地 我希望我們民政務執政以後 我們可以不要再當人家的基地 我們好好來建設我們 美麗的台灣 OK 我們 一定要聯合美日 這個 日本是我們母國 他一定會挺我們 那美國為了 台灣的戰略利益 他也不可能 放棄台灣 他只是利用模糊政策 利用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來替他鎖大門 那我們是比較倒楣 我們還 去幫 我們的佔領 我們是被佔領 我們反而去當佔領者的兵 然後我們還繳稅去買 替他買武器 然後 帶便當替美國人 過大門 像這個事情 我們一定要把它扭轉過來 OK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好 好 謝謝 谢谢大家